大家平安 我們一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父神 求你安靜我們的心 讓我們用心靈和誠實來到你面前 打開我們的耳朵 專注聆聽你的話語 將你的話語牢牢記在我們的心裡 不僅是知道 還能夠用行動醒出來 這樣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穌的祈求 阿們 弟兄姊妹大平 我想大家很多人 大概三分之二人 大概都太認識了 那我先 我很高興跟大家一起來盡快的神 我知道永福教會 一直都是一個有愛的一個教會 那我過去一直都沒有機會 然後跟大家表達我的感謝 所以我現在回來的其實就是要回應上帝的愛 也回應過去你們對我們家的愛 那可能我們當中大部分的人 其實我很少在懷疑 這是我第二次在懷疑禮拜託進行婚 那我簡單介紹我自己跟大家分享 我們家裡一點小小的見證 那這位是我的先生 那他是張通的教官 然後在九年前的時候 他因為癌症病痛然後就過世 那他就用這個遺言 就是以神為樂 這個遺言來給我們做我們家裡的孩子 跟我們自己個人的生命的當中很重要 因為他要離開我們 所以他覺得說我們的生命當中不是靠 不是靠人 而是靠神 所以他叫我們要以神為忠心 以神為樂 那我們就真的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 神就是我們上帝最大的勇 依靠跟幫助的力量來源 那神的愛從來都沒有離開我們過 所以我們家裡 所以九年來雖然遭遇到很大的痛苦 但是呢 確實很豐盛 很美好 很幸福 我要說我們還是在九十九年 活得非常的美好 那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近我們家裡的一些 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今天我要講愛人如己 就是我姐妹到神愛國門 神愛我家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那我有三個女兒 這三個女兒 你們看到了 那這三個女兒就是 乙恩 乙李跟乙欣 可能有人認識他們 那時候他們 我先生得癌症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只有 國小跟國中的階段 對我來講要撫養這些孩子 其實實在是壓力很重 一個人要照顧這三個 實在很重 而且那時候剛好是國中階段 所以是國小階段 所以是青春期的階段 那時候更容易說 很容易走偏差 很容易 那很擔心就說 哇這樣子如果寶寶要離開 然後這時候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又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擔憂 我說阿神我要把這些交給你 所以那這一章呢 我要說就是 即使我們家遇到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還好有教會的弟兄姊妹 還有牧師 還有我的親人 陶友 很多人 那這三個女兒都是在這個教會裡面 那時候國中很小 她一小學就來這裡了 所以就是在這裡都受災給受造就 所以這一段日子看到上帝 非常多的愛跟照顧 而且很體會上帝是一個 滿滿有恩典的上帝 所以這個是讓我非常的感動的 所以我覺得上帝就是跟那個孤兒 跟寡母同在 那讓我的家庭都沒有任何的欠缺 雖然我現在已經過世了 但是有上帝的同在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何等美好 所以我們也沒有覺得孤單 而且覺得在愛裡面 真的是很豐富滿足 那這一章的話是 今年很特別的地方 今年6月17號是我生命當中 最感動最感動的日子 那我去台北師大 那這個老二 現在左邊第二牌子這個就是老二 儀禮 那你剛好那一天我就去台北師大 他在念那個研究所 所以我就參加這個老二的那個 碩士畢業聯盟 那為什麼那一天大家都穿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都不同的事情 我們就把我們每一個人 我是第四個畢業的 就是他們三個先畢業 6月17就是第三個 就是那個老二畢業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一天就全部都穿碩士服 個人學校的碩士服 然後就到師大去 然後我們說一定要照一張這樣的照片 因為這是一尺 母子 母女 不是母子 母女四個人 同時三個碩士一個學士畢業 你知道那天外面下了很大的雨 我去師大的時候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外面下雨了 心很高興 那個哭是感動 不是真的難過 我是感動說 我這輩子 我是不可以解脫了 就是這三個的任務 至少有一個責任的已經完成了 那我就覺得說心裡面的 覺得很大的釋放 那其實那一天都很高興 然後你我等這一天等很久 等等等很久 真的等 那如果他們畢業了 我就覺得我輕鬆了很多 就一直說了一口氣 那所以這一天真的是非常的有胖胖的一天 其實我是6月23才畢業 那他們都先 20年才畢業 那他們都幸福比我先畢業 所以我非常的高興 真的是很高興 那我要講這段日子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上帝非常的愛 那因為上帝的愛讓我們在風浪當中 那就有這麼多的人在鼓勵 在幫助 讓我們的心真的是都揪在一起 因為上帝有愛我們 所以愛就會有人讓人怎樣獨立氣 愛就會讓人可以面對挑戰 可以面對艱難 所以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讓我們生命有一個動力的來源往前走 所以有愛就怎樣 在愛裡面就有什麼 沒有去怕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有愛就可以往前走 那這一張 這一張同樣那一天 因為我先生他在9年前的時候 他做器官捐贈 那因為做器官捐贈 所以我去參加 這是我第一次9年來 第一次參加器官捐贈的一個感恩音樂紀念會 所以他就邀請我們去參加 那我們就全家人都去 因為那一天剛好畢業典禮 又剛好 因為每一次的捐贈我都沒辦法參加 都是在禮拜六 然後都我緊忙的時候 會不會沒辦法參加 那一支是剛好畢業典禮就去好 那我先生那時候什麼都不行捐 只能夠捐什麼 顏角默因為癌症 所以只能見顏角默 所以沒辦法捐多少 就是顏角默這樣子 那一天就很多人就是被捐贈的那一些 那一些家屬他們回來 就是自己本身來做捐贈 雖然他們都不知道 我們是誰捐贈給他們 可是他們就是回應他們的生命得到重生 然後來感謝我們過去這些捐贈者的愛 這也是個愛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愛的禮物 用這件事情讓我就更加體會 更加肯定 愛能夠使人看到生命的意義跟價值 你愛人 人也會回應你的愛對不對 有愛我們就沒有孤單對不對 因為有上帝的愛 我們仍然就可以活得很好 很幸福 那這是我們家非常小的見證 那今天會用愛人如景 這個跟大家一些思考 是這段經驗我們其實都很熟 我們幾乎每一次做什麼最大的禁定 都是在背這個 所以大家都很熟 所以我現在我要邀請你們 我們大家可以安靜心 你把眼睛閉起來 我要問你們幾個問題 那我們要勇敢來舉手 你把眼睛閉起來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那請你誠實回答 這是只有你自己跟神 跟我們 跟人的關係 那想想看你自己 現在實際的狀況是什麼樣 好 我要問你們 你跟上帝的關係很好的人 請舉手 不要看別人 就是眼睛閉起來 好 請放下 你跟教會弟兄姊妹 關係很好的 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你跟鄰居的關係很好的人 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你跟自己的關係很好的人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你跟自己的關係很好的人請舉手 好 請放下 這個非常少人欸 好 請放下 好 請打開眼睛 謝謝你們 今天問你們這些問題 是要使我們再一次思考 我們跟上帝 跟人 跟自己的關係 是不是有很好的關係 如果你關係很好 你要去愛對方 有沒有比較容易 有對不對 如果你跟他關係不好 那要愛對方 要愛自己都有點困難 那我剛剛發現喔 愛自己不到五個人舉手 我嚇一跳欸 可見 我們都愛別人沒有愛自己 我剛剛看到愛自己比較少 愛別人比較多 我剛剛看到 雖然很多人都 那今天我們的經文都很熟 那我們來看這一段經文 再來把他們背詞 來 我們來列一次 來 來 凡在人聽見耶穌堵住了 撒布戴人的頭 他們就有聚集 那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 要示範耶穌 就問他說 父子 律法上的建議 把那條碎帶拿了呢 耶穌對他說 你要盡心盡信盡益 愛主你的神 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法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戒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法的總綱 那我想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歷史 這段經文的歷史背景 就是猶太人李秀 然後他要找機會來侮辱 或者是要逮捕耶穌 所以他派了很多很多的設計 就是要來怎樣 洩派耶穌 那這一段 那這一段經文 這一段經文 他有提到三種人 好第一種來 我們來看看第一種人 這個第一種是什麼 撒布戴人對不對 那這個 這種人是什麼樣的 他是 就是摩西的五經他是相信 而且他不相信什麼 不相信什麼 父母的事情 就是靈禮得救 靈魂得救 這種事情他都不太相信 那第二種人 什麼人 法利塞人 那法利塞人他是怎麼樣 他就是遵守摩西五經 然後所有的律法書 他們都很尊敬 而且很嚴格的執行 其實法利塞人能夠這樣執行 也很厲害 其實我們也都沒有這樣執行 對不對 我們不見得真的這樣做 不管他是做表面的 還是真正用心來做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能夠這樣做就很不容易 好 那第三種呢 是什麼 文師對不對 那文師大概就是經學的教師 對律法很熟的 然後都在教人家律法的人 那為什麼這些法利塞人 這些教法師 為什麼要問摩西這個法律中 哪一條界面最大 為什麼最重要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那我先說 就是因為那個經學教師 他們認定的率 其實總共有613條 很多 你看他們要遵守每一條 那其中有248條 都是正面的 就是你當怎樣怎樣怎樣做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365條就是反面的 就是你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怎樣不可以怎樣 那他會問耶穌說哪一條界面最重要 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要 就是要耶穌回答哪一個哪一條界面的問題 其實是這個經學教師之間 他們有兩種學派 那這兩種學派 第一種學派叫做沙脈學派 另外一種學派叫西葉學派 那沙脈學派他屬於比較保守的學派 那西葉學派是你的自由學派 不管耶穌說哪一個學派的論點 他都會得罪另外一個學派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呢 他們就有機會來陷害 因為兩個學派不一樣 所以一定有機會要來陷害耶穌 結果耶穌也不是笨蛋 耶穌就很了解他們技能 耶穌就看出來他們有技能 所以耶穌是一個很洞察人心 能夠見察人心的人 所以一次就看得出來 你就是要把我學派 所以耶穌有沒有中心 沒有 耶穌很有智慧就回答 好他就回答了這裡 可以在這裡嗎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大家很熟 來我們來看一下耶穌怎麼回答他 來一位 來 耶穌會 你要好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 愛著你和你的神 這是我今日所賦予你的話 都要牢記在心上 也要拼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也要吸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頭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他們的門框上 並在他們的牆上 好 那耶穌有講了這麼一段話 那事實上 不管他是哪一個學派的做法 其實這段經文是他們都是 這兩個學派的人都共同這樣 承認這段經文都是ok的 你知道嗎 所以兩站 就是沒有辦法抓住耶穌了 那其實耶穌說 摩西律寶的第一條界定跟第二條界定 其實都一樣重要 就是要愛靈色怎樣 如同愛自己對不對 這是立位記十九章十八節 他說這兩條界定都是一樣的重要 耶穌表明會愛上帝的人 一定會愛人 你相信嗎 愛上帝的人一定會愛人 對不對 對喔 好 如果是這樣 那到底猶太人的觀念 那個靈色到底是指誰 所以金學教師特別用 我的靈色來表示 那不過耶穌特別用好的 撒馬利亞人的禮遺來說 什麼是靈色 靈色不應該有這個族群之分 只要是需要幫助人 都是我的靈色 那從現在的觀點 用從現在的觀點來看 靈色有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或是原住民 或者是新住民 或者是我們社區的朋友 這些都可以算是我的靈色 不過我今天都不是要從這些來講 我今天是要針對家庭跟教會的弟兄姊妹 還有自己的需要來說這個愛 好 那我們都知道這句 愛其實說不完 你愛的真諦總共有好多個 所以我在想愛的真諦以後都慢慢說 愛可以講100個道理 就是100個講道篇 那我今天只是講其中一小小篇 一小兩篇 那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來看家庭的這個互動的過程 所以我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我自己過去到現在有很多的家庭 因為愛的行動力不夠 或者是愛太多 過度干涉 然後造成家庭的傷害 有些時候是講話不釋竊 然後表達不釋竊 所以家庭就很多的衝突 所以我今天要從這個部分來講 越親密的關係怎樣 傷害越怎麼樣 越大 越容易有衝突 殺傷力也越強 所以有句話說 來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相愛容易怎樣 來你們同意嗎 同意 同意對不對 同意好 所以愛人是我們要不斷的學習跟經營的功課 所以我都每天都在講愛 可是事實上我們對愛真正我們都知道 但是真正做到愛的其實不多 真的 我等一下講我們就知道 那我今天我會用聖經跟家庭生活 實際上我知道我接到的個案 跟大家就是比較明白這個愛人跟愛情這個部分 怎麼樣兩個都要平衡 就是你要愛別人也要愛自己 那有上帝的愛才有盡力持續的那個行動力量 自己有愛才能力付出 那這份愛就是從上帝這樣子下來的 我們如果沒有從上帝持續到那個愛的話 我們沒辦法一直不斷的給人家 那愛也要從親朋好友你被愛的過程裡面經歷來的 所以愛是需要彼此回應的 那我曾經看到很多個案 他愛是沒有辦法被愛的 就是你愛他 有一個個案跟我這樣講 他說我從來從來都沒有愛被愛的過程 連父母他都不覺得他被愛 我聽得好難過我就去抱他 我真的很難過我就抱他 你知道我抱他的時候他全身發抖 一直說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需要人的任何愛 這樣子 可是他說我要僅僅抓住上帝的愛 我說這個信仰怪怪的 他只是要抓住上帝的愛 但是他不要忍的愛 我說沒有啊 然後忍要愛神也要愛起來 這個都要啊 不是只有愛神而已 其他都不要啊 這樣很奇怪 所以他跟忍的關係就非常的 人家看到他都害怕 就是人家會愛 敬畏他 就是很擔心他在心 因為他的臉好像欠了人家很多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我欠你帶一種感覺 所以就是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人家親近他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沒有感受到那個愛 跟人的愛的關係是非常疏離的 那愛有幾種類別 我這個我今天 譬如說人跟人之間的愛 這個是我今天可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比較屬於這一塊 就是像親情啊愛情啊 然後這個我今天大概會講這一塊 那人對上帝的愛 就是我們跟神的愛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跟神 我們對神有一個很高的尊敬跟尊崇 那我們相信有一位神他知道我們需要 他懂我們只不過來愛我們 那這是我們人對神的愛 就像我們一夜愛耶穌那樣子 那另外一種是上帝對我們的愛 那像他捨棄他自己的孩子耶穌 然後為了就是怎樣 道神肉身來愛我們 這是上帝對我們的愛 所以這是父 那上帝對耶穌的愛 也是父子關係的愛 所以我今天沒有講這一塊 我今天大概講上帝的人跟人之間這一部分 因為以後再講 那這個愛如果是從原文來講 這個原文在講這個愛的部分 他是在講這一塊 就說人 我們對一個人他非常的怎樣 我們說Agape那種愛 那個是上帝的那種愛 他說我們是那個上帝的愛 就對我們非常非常的愛 愛珍惜然後很喜歡 喜歡到他能夠犧牲他的生命來愛我們 這個是很捨棄的很捨棄的愛 那就像耶穌皇他貝禮那時下場 那種捨棄的部分 那另外一種愛就是 你對某一個人非常高度的肯定 認為他有非常棒的一個很好的條件 然後你非常滿意他 你非常喜歡他很肯定他 所以你對他是沒有條件 不管他如何你都愛他 這是你這一次的愛 另外一種愛就是另外一個是用 你愛他的話你要用實際的行動 然後來表達 那不只是用言語 我們言語也要說愛人的話 但是我們的行動上也要 所以我們常常都講說 說比較簡單對不對 但是做呢比較有很多困難 那所以聖經上在 約翰15 3章18節他說 小子們啊 我們像愛不要只在什麼 言語跟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跟誠實上 這是聖經上的話 那這個愛人的愛到底這個忍 我們在說忍 這個忍到底是指什麼 這個是希拉文裡面那個 Parisio這個部分 他說忍是什麼 這是愛人這個忍 他在講說 那你身邊跟你身邊靠近的 譬如說你現在身邊坐的這個忍 譬如說好忍 忍長老的這個哥哥 哥哥這個 現在我就不認識 我今天第一天看到你對不對 好那個軟老老的哥哥 那軟弟兄 我就不認識 但是我假設他發生什麼事 他我看到了 我雖然不認識 但是呢 我仍然要愛他 他有發生任何事情 假設他這個時候有狀況 我也是要幫他扶他 就是不管他是誰 他在你靠近你 鄰居就是你出去外面 你看到一個人跌倒了 你就怎樣 有義務怎樣 把他扶起來 這就是人 那個臨近的人 就是你身邊的人 這樣有沒有清楚這個人的意思 就是你無論走到任何地方去 只要是你身邊的人 靠近的人 附近的人 只要你看到他有需要 你就去幫他 那我想 在這個聖經裡面 最大的經文裡面有一個經文 你們應該也知道 哪一個經文是在講這一個 好 對 我是好跟你講 所以我們先來講這一塊 我先跟大家去看這個經文一下 這個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愛 那第二個我再說愛是什麼 愛是給對方的需要 給對方所需要的 那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來什麼是愛是給對方需要的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你起來念唄 來 你們中間有誰 有兒子求女 繁給他石頭呢 求羽繁給他蛇呢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好女兒 然後看你們在天上的父 其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對 然後呢 所以無論何事 你們願意的人怎樣帶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帶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制的道理 那我想這段經文都可以了解 上帝是按照我們需要的怎樣給我們 給我們對不對 所以愛是什麼 愛是給對方需要的 不是給自己要的 那就像好撒瑪利亞的故事 這是最好的原因對不對 當他看到身邊受傷的人 他就去滿足那個受傷的人的需要 他去陪伴他 他去照顧他 他帶他去看醫生 那他讓他得醫治 他不管是有的認識 他就是按照這個受傷的人的需要 給提供幫助 這個就是愛 那個人有需要 你提供那個需要給他 這個就是愛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愛外面的人很容易 可是呢 愛自己最親近的人 就不是這樣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 很容易就因為這樣子 造成婚姻的危機 那很多家庭婚姻出問題 相近都是這樣出問題的 譬如說相近於冰 那個冰是什麼 冰冰 冰棒的冰 好 我先說很多個案告訴我的 告訴我的 然後太太就這樣說 我先生對外人都很好 有說有笑 有人在笑一看 有說有笑 很有禮貌也很斯文 大家都說他人很好 但是呢 回到家去變成另外一個人 每天板著臨口 回來像癢巴一樣 一眼故隆 他從來沒有跟我分享過他的心情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整天都是悶著不講話 家庭氣氛就像冰宮一樣 這種日子實在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太太說的話 那我來嗶嗶 先生說的話 我每次回來 他從來沒有正眼看我一眼 因為剛剛老家孩子都沒有看他 我看到他的臉 就覺得我是被拒絕的 注意好 太太們 正眼看你的先生 然後他說我因為被拒絕 所以我就講不出任何話來 只好冷漠 對 好 所以不要互動 就比較不會有衝突 好 他就是有冷戰 因為冷戰就不會有衝突 好 冷戰好嗎 我好 我跟你講冷戰是 如果以欺貌之力來講 冷戰是什麼 最大的婚姻的殺手 冷戰 好 好 那又做太太跟我說 來我們聽聽 這都是太太跟我抱怨的 來 我先生工作回來 只會看電視 看報紙 看電腦 都不幫忙做家事 家裡都不顧 然後我要忙著高顧小孩 教孩子讀書 有沒有想 有沒有感覺到你們心 我在跟你們說話 教孩子讀書 煮飯 行衣 曬衣服 整理家庭 我照樣也要工作 意思就是說 你只有工作而已 然後就這樣 就在那邊 靈靈這樣 可是我工作之後 我要做這麼多 家人又不是我一個人的 他除了忙著工作 回家只會守著電腦開 他的老婆就是電腦 我在這個家做牛做馬 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價值 我很像家裡的用人 你看有人在點頭 這個護衣讓我睡一早 這樣的痛苦 我很想贏婚 我當初是怎麼想的 怎麼會這樣 嫁給這樣的先生 這樣子 所以那先生 媽媽先生抱怨給我聽 先生說 我太太很愛乾淨 乾淨到我很有壓力 一點點東西掉下去 他就罵人了 那有人抱怨說 我太太很囉嗦 整天都唠叨不停 我耳根都沒有辦法親近 或者是說我太太粉會管 每樣事情都要管 而且都要過問 然後不提他的話都不行 跟他相處真的很有壓力 很累 完全沒有辦法做自己 這種婚姻讓我很痛苦 來 你們聽了有沒有感動 有沒有感覺 你們就是很平常 就是說 這些不是大家都很聽到 很多的這樣的故事嗎 好 那這些婚姻 他們都覺得很痛苦 那其實這些都是夫妻相處 常常容易有的衝突 其實你會發現 你越愛的人 你對他會越多什麼 唠叨 越多的管教 越多的干涉 有嗎 你兒子是不是 你都會干涉 一定要打這個 而且給他很多的指責 對不對 不過呢 你的關係過度 或者是干涉太多 反而對方怎樣 反感 你相信嗎 對方會反感 而且關係就是要破壞 你兒子就頂不來看 那邊就都在那裡漏了 有沒有 都被 那個什麼 那個碰在那邊給你看 就這樣子 所以有些時候 你過度干涉 你愛太多 你其實是很愛他 但是你就是干涉太多啊 他就是覺得很煩啊 很煩他就會很生氣 跟你的關係就會很疏你 就而且靜而未知 就會這樣子 這是很破壞彼此的關係的 其實真正的愛就是什麼 我剛剛說的 真正的愛是什麼 給對方需要的 我再說一次 因為很重要 我再說一次 愛是什麼 給對方需要的 好 所以不是給你需要的喔 是對方需要的喔 所以我們不是要有 就是我們不是有了解 對 我們就是要了解對方的需要 那我現在問大家 你太太的需要 你先生的需要 你孩子的需要 弟兄姐妹的需要 請問你知道嗎 來 你知道嗎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愛他 不要說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所以如果你不好好聽你先生講話 不好好聽你太太講話 聆聽很重要對不對 人家說聆聽就有意志喔 就有意志的功能喔 我跟你說一個秘密 我跟我先生18年沒有吵過架 為什麼沒有吵過架 因為我們會懂得對方的需要 我們懂得聆聽對方 正眼看他 正眼看他 沒有過度干涉他 讓他做一支情 他就 我們兩個關係就非常好 所以我跟你講 我想不出我跟我先生 哪一支官家冷戰 然後吵架從我都想起來 我女兒也都不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會吵架 真的我們家很幸福 真的我是被愛的女人 那我也是愛我先生的女兒 的女兒太太 那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我只是在網路裡面看到一個 很真實的例子 有一對夫婦呢 這個個別的話看來怎樣 都是標準的 兩個都很標準 一個是好先生一個是好太太 那在家中的責任跟角色 都做得很好 那兩個人的關係 卻是吵一輩子你知道嗎 標準先生跟標準太太 但是都吵一輩子 為什麼我們說得到的故事 他說先生的需要很簡單 他說其實我這個需要 我希望我每天下班後 吃完飯之後 我希望有個時間可以好好跟太太 一起坐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一起看在客廳裡面 看那個電視也好 然後能夠陪我分享 兩個人彼此在分享 然後如果有音樂的話 有音樂我們一起聽音樂來分享 這是我希望我太太能夠陪我的 這是新春的需要 OK 太太呢 太大的需要是什麼 他說我第一講 我父母教我 做太太最基本的就是怎麼樣 要把家庭弄乾淨 而且每天要煮飯行李 然後多地板 這個是很重要的 家裡不能夠有灰塵 可憐 家裡不要有灰塵 他說鍋子要像鏡子一樣的燃燃 我想這是要怎麼做 然後他最 所以你看他被教這樣子 他的原生家裡就教這樣子 所以他希望他先生幫他做家事 你先生那個沒有人 你先生那個喜歡他去那邊 坐在那邊穿沙發 沒洗沒關係 我沒洗沒關係 他要怎麼看他 背他背後背 先生要這個 我告訴你 只要這樣一世人 一萬一 一直在一起就可以 都在這個外 結果兩個都不滿足 因為太太不會去滿足先生的需要 先生也沒有去滿足太太的需要 坐在那裡很簡單 背後 我就不怕我做 什麼都不怕我做 你給我看的時候 我在那邊顧小顧小顧床的東西 我越想越近我就要再捏 再捏一捏就越想起 你知道嗎 我就是這樣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好像講到台語去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愛人 你多做 你做那麼多工作 這樣到沒效盲對不對 所以你付出再多的愛 對方如果不一定他是滿意的 你知道嗎 你還會忍他厭人 而且還會破壞關係 你知道這樣的愛是不太值得的對不對 所以愛不是 不只是要給對方需要的 愛還要有智慧對不對 我們要有智慧 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愛是要有智慧的嗎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愛人要有智慧 很多時候你跟愛人 我們內心動機是對喔 是出於愛對方的喔 但是說出來的話 很重重的傷對方 他自己還不知道耶 有沒有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越是親密的關係 越容易帶來這樣的衝突跟傷害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人很多時候 越完美主義的人 我要說喔 來 越完美主義 越多什麼 應該 你相不相信 越完美主義的人 越多的應該 所以當你用你的應該要求別人的時候 如果對方呢 沒有符合你的應該去做 或者是不按照你的方式進行 或要 然後呢 你就會很生氣 好嗎 對 你兒子就好了 你兒子也是 你兒子也是 你兒子不按照你的期待 你就會生氣了對不對 你兒子也是 你就不會啦 開始會罵人 特別是面對自己的孩子 跟親密的關係 而且很會要求 那有些修理的動機是為了他好 其實你是愛他 你要讀書啊讀書啊讀書對不對 他就越讀越討厭啊 越討厭越討厭 有沒有 聽說嗎 你兒子要讀書啊 我都很注重那個成績 我跟你講喔 成績不是很重要 關係比較重要 生命品質比較重要 教育是這樣子 你會有機會我再跟你親自關係 以後我講 現在我今天不想被罰 所以或許你的動機 都是為了他好 但是呢 如果對方不認同你的做法 或不認同你的看法 你甚至認為你的方法 是對的 或者是你的想法是對的 可是對方就是沒有這樣想法 他也不認為你這樣是對 而且他 有可能這樣是彼此的傷害更多 而且很多負面的情緒 就這樣來了 所以兩個人就很容易怎樣 很容易有防衛跟衝突 知道什麼多衝突 而且是彼此變成後來不太相信 有一個小孩他就跟我說 我媽媽是母老虎 她媽媽是數學老師 對我的數學壓準很高很高 我的壓力很大的 快要喘不過氣來了 我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現在我真的 因為那個孩子 我因為在教 不是我們家會的 那就看來跟我講 那就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孩子跟媽媽關係 這樣的緊張 那媽媽對他很失望 媽媽也來打打 有兒子都沒辦法 沒辦法 那事實上 這個孩子在班上成績是很優秀的 但是媽媽還是不滿意 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嗎 分數有比母子關係更重要嗎 我先問你 分數有比母子關係更重要嗎 你們自己想 如果其實這樣要求那個高分數跟高期待 孩子有可能因為過度高壓 而呈現怎樣 過度焦慮 然後沒有辦法專注 甚至精神問題 我告訴你 你要不要跟一個檢驗 以後有機會再說這塊 我真的沒有機會說 我現在沒有時間說 那這個反而會阻礙他的學習 所以要注意 我孩子 我小時候都沒有自己關 要討論 我自己關關係好 我自己顧我們關係好 所以我跟我們家裡的關係都很好 但是成績怎麼樣 成績怎麼樣 成績怎麼樣 但是我會發現他們 讓他們越來越願意讀書就好 所以愛與要的智慧 這樣才不會破壞這個彼此的關係跟傷害 真的很重要 那再過來我要說的就是 愛要會去表達 愛要會去表達 有一次說你愛 我們剛剛講說 愛不要只有在言語上 然後要在行為上 但是我要說言語很重要 言語就是你有愛他你要表達 然後你要讓對方感受到被愛 你要記得是要讓對方感覺到愛 那如果不讓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讓對方感受到你的愛 可能你是在愛 你覺得你在愛他 可是你是在表達你滿足你的需要的愛 譬如說以前我先說一個很簡單 譬如說以前我就會說 我希望我的孩子去彈鋼琴 因為我喜歡音樂我喜歡鋼琴 我就會用我的需要怎麼樣 去投注在投射在我的孩子身上 希望我的孩子完成我的意願 請問到底是這樣是愛嗎 這不是愛 這是你用膩膽滿足你的需要 孩子不一定想學 孩子我說 那你以後要不要去讀音樂班 那個老二剛剛那個音樂 他其實他就很乖 你還沒彈 然後我就說 這個後來客人可以嗎 我就跟他媽 他說 我說他不要了 他不要 我說好 那我就放棄 他現在說不要我就放棄了 然後我那個老三我說 他讀那個彈琴是五分鐘 他就去怎樣 玩二十分鐘 還要五分鐘玩二十分鐘 我說受不了 他有一天跟我說 媽媽我想要讀音樂班 我說頭很痛 真的頭很痛 我覺得你這負責心怎麼去 怎麼去讀音樂班 音樂班天要坐 坐三個鐘口 四個鐘口 要坐下來說好OK的 這個比較OK 然後二人比較可以 老三人就覺得不行 可是他卻硬要 我覺得說了很多的道理 跟他講說你沒有不適合 他還是覺得他要 你看他要 後來我就順他 因為愛是給對方需要 所以我就讓他去讀了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雖然現在你很清楚 讀音樂實在不知道以後要怎麼辦 雖然是這樣 但是還是讓他 因為他有他的特色 那的確他在音樂裡面 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沒關係 我們就是尊重他 那是他的選擇 好 那再過來是愛的 要有界限 要有適度 愛也要會分辨 不該愛的就要遠離 或者是設限 那該愛的就要盡力 跟盡力去釋出 這個我不要講太多 以後在婚姻關係 要來講這一塊 好 好 愛要及時 就是愛就是 當他有需要的時候 你要快點去 有些時候 就是自殺個案 假設自殺個案 憂鬱症的個案 然後他剛好需要 你沒有辦法給他的時候 可能就遺憾就造成 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分辨 什麼樣情況你要去快點去做 什麼時候你不要馬上去做 這只要你還分得很清楚 好 所以愛也要不斷地經營 愛也要不斷經營 人跟人相處很容易有衝突 我要說婚姻關係裡面 或親子關係裡面 衝突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化解 這個如果你 這一部分你們可以參加 親密之旅的活動 如果有的話可以去參加 他這一部分他們講很多 那我不詳細說 那很多時候因為立場不同 想法不一樣 所以很多衝突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包容跟接納 來體諒 站在對方立場去想 那這樣會化解這個衝突 那這個部分細節 以後有一個專題 我們專門來講這一塊 那慢慢說 反正以後還有很多機會說這一塊 那我以後再說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愛要允許別人做自己 這個部分 這個很重要 不要用你的應該去改變對方 然後來滿足你的期待 我再說一次 不要用你的應該去改變對方 來滿足你的期待 因為愛是要給對方需要 不是滿足自己需要 所以沒有人想要被改變 除非他感受到被愛 所以一個人生命被改變 是因為他從上帝那邊來感受到 他需要改變 所以他願意改變 但是他自己願意的就OK 不是我們去要求的這樣子 所以愛千萬記得 不要過度怎樣操控 或者是不要過度的批判 你們這個聖經上有講 聖經上有講這句話說什麼 你不要 來 我們來念這句話 來 來 你們不要問斷人 免得你們被問斷 OK 所以我們 我們人跟人之間最大的沙漿力是什麼 苟出惡言 然後彼此攻擊 彼此問斷 那你知道嗎 你攻擊他 他就回應你 這個就是變成衝突 人一衝突 很多時候為了防衛 為了不讓你攻我 我就要攻擊你 這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人跟人之間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最後我要說 最後其實我愛極的部分說得很少 以後再說 我們要愛別人 我們剛剛都說愛別人 但是現在說其實也要愛自己 那愛自己不是自私喔 愛自己不是自私 也不是尋求自己的利益 因為我們愛的自利益裡面講說 不求自己的利益對不對 那我先說愛極這個部分是自愛 就是自己的愛自己 而且會尊重自己 我看到很多人不會自愛 也不會愛自己 真的 我真的看到 而且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價值可能 所以根本沒有幫 連死都看不起自己 所以很多人自卑啊 以後對 下次我要談的主題是 如何克服自卑感 那以後再說 那學會照顧自己 身體的需要才能力去愛別人 要評估自己的現況 你自己有沒有這個情況 可以幫助別人 所以愛人跟愛自己是同等重要 不能為了照顧別人的需要 然後來傷害自己的身體 其實以前 其實我講這個也是在講給我自己 我常常也是這樣做 就是別人的重要 我就快點去去去去去 然後自己已經累到快不行 然後回家就擋了這樣子 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愛神 愛神 愛己都很重要 我們的身體就是上帝的店 那要好好保養 照顧自己的身體 這也是神要我們愛自己的地方 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也就沒辦法持續愛別人 所以愛再來 所以耶穌說要我們愛人 要愛己 愛就是從上帝來 有愛的源頭才能怎樣斷電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怕我們每一個人都懂得對方的需要 用對方的需要的愛來愛對方 期待愛從我們的家 從我們的家人開始 好不好 從我們的教會的弟兄姊妹 還有我們的同事 比較簡單的這一群人好不好 然後我們重新來建造一個愛的一個家庭 一個愛的教會 讓我們的生命活出愛的見證 最後大家一起來學習 愛人跟愛人都一樣重要 而且要很平衡 要亮幾滴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主 求祢幫助我們 有健康的愛 有智慧的愛人 過去或許我們無心要傷人 但卻讓卻聽的人受到傷害 求祢勝利我們的不完全 求祢使我們知道 祢如何來愛護我們 我們也要用這樣的愛的愛人 在更多的了解當中 彼此接納不一樣的自己 也允許別人做自己 這樣的祈禱 是奉靠耶穌的名求 天啊 天啊